有小孩送妈妈的礼物啊,然后有妻子送丈夫的一些这种展啊之类的 基本上送来的要么就是价值比较高,要么就是感情比较深 画面中,真相记者介绍修复物件类型的85后金扇修复师名为萧文文 出生于湖南少阳的一个医护家庭 据了解,金扇记忆源于中国古代瓷器修复 主要是用天然生漆粘合器物碎片 并在裂痕表面施以金粉及其他弃异技法 使破碎呈现新的美感 萧文文告诉记者,大学学艺的他曾被电视节目中一件金扇修复成品所经验 从此开始关注金扇这门传统记忆 在医院工作六年后,他有了新的人生规划 决定做自己真正喜爱的事业 于是辞职创业,自学金扇,改行修瓷器 从2016年初学金扇并尝试开店 到如今客户订单排到半年后 对于萧文文来说,这是自己坚持不懈的结果 他告诉记者,对金扇的探索起初十分艰难 因资料匮乏,自己只能多动手识操 并找同好们一起分享成功案例,探讨失败经验 为精进记忆,他还曾探访江西景德镇 学习当地的瓷器修复技术 谈及学艺中最困难的是,萧文文说 由于金扇的粘合材料生期具有致敏性 他曾过敏几十次,但因为热爱一直坚持 萧文文介绍,金扇修复有清洗、粘接、补缺、上漆、装饰、晾干等步骤 每一步都需异常细心,还要考验修复式的艺术审美能力 因此,修复一件器物通常耗时两个月左右 萧文文说,如今他记忆娴熟 在修复中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创新装饰 一些中国元素的,就是很国风的一些东西去做画或者装饰之类 就比方说你可以做那种花鸟鱼虫 然后梅兰竹菊这种元素做进去 要把老祖宗的记忆加以现在的一些审美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让他再回到大众的视野里面 让大家能接受他,然后喜欢他吗 萧文文说,他曾修复过一样儿子送给母亲的礼物 是一个价值20元,修复费400元的陶瓷杯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萧文文告诉记者 衣人与衣物存在相同之处 用精扇衣好承载情感的器物 既是修补破碎,也是疗愈人心 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么多年 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的话 就还是那句话也是一样的,就死扶伤嘛 那对于客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人生三大信誓其中一件 虚惊异常,久别重逢,失而复得 虚惊异常,久别重逢,失而复得